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巴哈姆特方向最新的情况 在战场上,俄军在巴哈姆特南部 持续的扩大战果,现在已经推进到距离巴哈姆特火车站 只有几公里的位置,所以南部地区今天取得了重要突破 但是俄军的伤亡巨大,这是巴哈姆特南部的情况 这个方向的俄军呢,实际上配合着北部啊,俄军在巴哈姆特北部 T0513这个方向 在这个方向,俄军进攻,现在俄军主要是向南 那么包围比尔霍夫卡,所以俄军瓦格纳公兵呢 今天主要是向南挺进,要包围比尔霍夫卡的乌军 今天呢,在室内的战斗呢,乌军呢,进行了大公围的增援 乌军的增援部队抵达 实际上现在来看呢,实际上巴哈姆特方向 乌军这个大公围的增援呢,是为了下一次啊,大规模的撤离作 那么乌军呢,增援部队呢 攻击的方向呢,是T0504公路啊,要打通 顿和军事坦尼诺夫卡到巴哈姆特这条线路啊 这条线路呢,实际上大家从这个地图上也可以看到啊 这条线路啊,黄色线路对乌军非常重要 所以这次乌军的这个增兵啊,就是要重新夺回这条线路 昨天的战斗呢,乌军呢,增兵啊,实际上向前推进了三公里 从康斯坦尼诺夫卡到巴哈姆特这条公路啊,是乌军未来的攻击重点 呃,斯多伯奇克这个方向呢,这个俄军呢 实际上在这个方向也进行了顽强的反击 所以呢,乌军呢,现在主要还是要打通这个补给线 打通补给线的目的呢,并不是要夺回巴哈姆特 因为巴哈姆特现在整体呢,已经被俄军包围 乌军想要重新夺回去啊,还要在这消耗 先来看呢,并不现实,乌军的主要目的还是要撤军 从巴哈姆特撤离 要撤离呢,室内的约5万人 约5万人乌军在巴哈姆特室内 那这个撤离呢,一定要打通这个T 0504公路,这才是乌军的想法 那在巴哈姆特呢,实际上 乌军呢,这个增援啊,以及乌军呢 对巴哈姆特的这个反击 那现在造成了瓦格纳公兵一定的伤亡 这个实际上俄罗斯媒体没有报道啊 我呢,现在从波兰方面获得一些情况 从2月11号到2月14日 俄军76辆装备,其中16辆坦克 34辆乌克兰军队的装备 4辆坦克被击毁 那么从这个战损比大家可以看 俄军呢,是16辆坦克 乌军是4辆坦克 76辆俄军装备,34辆乌军装备 总装备比呢 是3.1比1 也就是1比3 那么俄军呢 那瓦格纳公兵啊 他的伤亡非常大啊 但是呢,还是突破了乌军的防线 所以巴赫木特方向啊 这个乌军大公兵的增援 并没有改变整体战场的态势 今天的乌克兰方面呢 也在啊 争取时间从巴赫木特市政府 撤离相关的这个档案和文件 大家可以看啊 这是巴赫木特市内啊 撤离的画面 所以现在实际上乌军呢 就是在争取时间 最后还是要撤离巴赫木特 你可以看这个市政府大楼 文件撤离的画面 这乌军现在的整个的战斗 是为了未来啊 大规模撤离做准备 今天的瓦格纳公兵集团的领导人呢 普里格金啊也发表重要讲话 他表示了俄罗斯军队呢 在巴赫木特展开特别军事行动 完全牵制乌克兰军队 乌克兰军队呢 被迫向巴赫木特转移了大量的预备部队 那事实上呢 俄军已经完全瘫痪了在巴赫木特的乌军 他表示啊 我们将坚持下去 巴赫木特地区呢 乌军约有90个营 4万到5万人 敌人每天都会将新的部队转移到巴赫木特 瓦格纳小组呢 每天将前进50到100米 这是可以跟您讲话啊 那前段时间呢 大家非常关注的啊 这个瓦格纳使用大锤啊 砸死瓦格纳公兵的这个逃兵啊 这个画面 今天呢 巴赫木特方向也有新的消息啊 布里格金啊 请来了遭大锤啊 爆头的这位演员啊 我只能说是演员 就是很多吧 在他们的视频啊 在这个互联网上看到很多东西都是宣传的东西啊 之前包括台湾媒体也报道啊 这个瓦格纳公兵啊 锤行使用大锤砸他的脑袋 砸出脑浆啊 这种都是表演的啊 都是表演的 实际上是瓦格纳公兵的一种宣传 你看这个人活得好好的啊 瓦格纳公兵的领导人普里格金 还让他发表讲话啊 有些人怀疑啊 是他活的时候录的视频啊 然后呢 把他打死了 实际上他是演员 现在来看他只是个演员 瓦格纳公兵里面的演员 主要是为震慑瓦格纳公兵内部的一些逃兵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战 那今天呢 普里格金把他请到现场啊 也证实他并没有死亡 活得好好的 有的时候吧 在战场上实际上这都是一种障眼法 很多这个网友 特别西方的网友 看到这个 是用大锤啊 砸人头 觉得瓦格纳公兵很野蛮 这都实际上都是一种宣传手段啊 所以当时出这个事呢 很多人也问我啊 问我报报道 实际上我当时就看出了 这个消息呢 实际上都是一种宣传 你没有必要报道这种事 西方媒体呢 比较喜欢报道 这个瓦格纳公兵啊 他的一些行为 但实际上我早就看出了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 一种这个宣传手段啊 这是他发表的讲话 他也证实了啊 实际上呢 他确实是服刑人员 他确实是服刑人员 但是他并没有啊 遭到这个虐待 发表讲话 不给大家翻译了啊 实际上说的也很朴素 今天还有个消息呢 美国呢 将最先进的叶士仪啊 已经送抵了这个巴默特战场的乌军 这个叶士仪呢 是美国交付的陆军新型的 叫ENVG-B叶士仪 这个叶士仪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是美军现在最先进的叶士仪啊 也抵达了巴默特战场 所以未来这个向战啊 城市向战特别是夜间 乌军呢将有最先进的装备啊 特别是美军先进装备 这个夜市仪这个夜市仪实际上解放军啊 也有部分装备的啊 但是没有扩大规模 现在呢 乌军的实际上在巴默特战场啊 有少部分特种部队已经装备了 主要是侦察行动啊 侦察时使用一些 这个夜市仪呢 按照俄军的说法呢 他也有他的问题 俄军说呢 他这个夜市仪 对这个快速移动目标啊 另外呢 对于很多小的目标 这个夜市仪呢 实际上并不清晰 所以很容易射击的时候呢 他这个成像反而干扰了 你的射击的准确性 这是巴默特方向啊 今天的最新的小说 昨天呢 给大家介绍了啊 俄罗斯呢 指控啊 基辅正在准备对 俄罗斯军事人员盗窃放射性材料 并将其从切尔米利核电站领土上运走的虚假证据 而且呢 挪威方面呢 进行了配合 挪威的 国家辐射防护和核安全局的负责人 今天呢 接受媒体采访 否认了俄罗斯方面的指控 他说我们不接受这些指控 也不想猜测 为什么会提出这些指控 挪威是否认啊 将与基辅配合 在联合国指控俄罗斯 对切尔米利核电站造成核安全威胁 那这是今天的巴默特方向最新的情况 实际上大家呢 对这个瓦格纳工兵呢 现在呢 还是不太了解 我呢 把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瓦格纳工兵啊 他这个兵员现在呢 除了这个 囚犯以外啊 实际上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俄罗斯的足球俱乐部的球迷 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啊 大家可以看 这是足球俱乐部的球迷 实际上在俄罗斯 在这个巴默特战场 大家可以看啊 有这个俄罗斯很多足球俱乐部的这个球迷 在瓦格纳工兵作战 这个俄罗斯国内这个俱乐部啊 你包括提欧冠的那个泽尼特 泽尼特球迷俱乐部实际上是瓦格纳工兵主要的一个病员 就这些球迷俱乐部啊 大家可以看这个泽尼特啊 球迷协会的 球迷协会的啊 大家可以看啊 他就是参与作战的啊 这是泽尼特啊 球迷协会的这个 主要服的人 他也参与了这个 大家可以看啊 他这个 凶章啊 凶章 毕章 就是瓦格纳工兵 他们都是啊 俄罗斯的这个各个足球协会啊 球迷协会的 所以瓦格纳工兵呢 他的兵员除了啊 这些监狱的囚犯以外呢 还有来自于球迷协会的 就俄罗斯国内呢 有很多这种 呃 民间组织啊 也积极的参与这个 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啊 这是今天在巴默特 巴默特的方向 所以说呢 瓦格纳兵员呢 它是非常复杂的啊 你看这个球迷俱乐部 在战场展示球迷俱乐部的一个旗帜 所以实际上呢 在巴默特战场啊 不光有囚犯啊 大家可能对瓦格纳工兵呢 有一些误解啊 不光有囚犯 还有一些球迷俱乐部的 呃 球迷 之前呢 可能参军啊 然后通过球迷俱乐部啊 被组织起来 我觉得这一点呢 我觉得咱们中国呢 其实也可以考虑啊 就是 真仗打仗的时候 有一些当地的 就球迷俱乐部也可以组织 组织一些兵员 而且呢 不是直接参加这个正规部队 组织一些工兵兵集团 呃 工兵组织 是这个是瓦格纳工兵啊 他最大的特点 他的兵员来啊 来源非常广泛 所以现在西方媒体呢 宣传主要使用囚犯啊 包括一些台湾媒体也在宣传 其实并不是真实的 但是呢 确实瓦格纳工兵在巴赫姆特啊 他的这个战损非常高 啊 这个这一点是真实 啊 你从现在波兰方面的情报啊 俄罗斯 乌克兰方面的情报啊 都证实了 瓦格纳他在整个顿巴斯啊 整个战场上 他的战损是最高的 那这是今天的巴赫姆特方向 最新的情况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啊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